一样为让社区民众体会传统过端午节的应景活动 有协会邀请长者捐发票就能制作防疫香包 而发票也将全数捐给华山基金会公益使用 也有里长候选人士举办了端午彩绘立弹 民众到服务处领弹彩绘就能兑换限量好礼 长者们依序将艾草香茅等中药材放入香包 因为这些药材有趋务抗菌的作用 为让社区居民体验传统过端午的应景活动 有协会发起捐发票免费制作香包活动 过端午也兼做公益 里面就有那个药香 食尝浦 艾草 还有肉桂 他们就是防疫嘛 然后也可以防稳 小孩子带在身上也可以有防疫的效果很好 那我们长辈呢 就是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要募集十张的发票 然后就可以来免费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今天全程的募集的发票 或全程就是捐赠给我们的华山基金会 那除了香包以外 我们也让中医卫教可以在这个深度里面 让我们很多长者知道说中医防疫这个部分也有很多的效益在里面 那也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在这次的一个香包的一个活动里面 对我们老祖先所传流下来的香包的一个概念会更加清楚 端午节除了吃肉粽包香包也少不了立蛋 把立蛋变得更有趣 南区有里长候选人就发起彩绘立蛋活动 结起到6月3日到服务处领蛋彩绘就能兑换限量豪力 对因为这次的活动是彩绘蛋的活动 然后我上一次彩绘应该是小学幼稚园的时候吧 就觉得有很有童年的感觉 然后这次的端午节连加就是有一个活动可以这样参加 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还有精油跟一些奖金奖品可以来领 那如果在端午节中午之前 把你们的彩绘好的蛋成功上传 我们会统计 以端午节之后的一周内 你们只要是暗战数最多的作品 就是彩绘好的鸡蛋的作品 暗战数最多的人 我们将会公开发1000元的端午节礼金 不论是水彩还是色铅笔 大家自由发挥创意完成的彩绘蛋 也能够参加票选拿奖金 疫情下少了许多大型活动 地方社区缩小规模举办 希望让大家都能感受节日气氛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